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会给人带来惊喜 王心灵在参加乘风破浪之前 这些年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用销声匿迹来形容一点不夸张 而任贤奇 苏友鹏 潘伟博等人 这些年时常出现在荧幕上 有的上综艺 有的拍电影 他们一直都在 对观众来说没有多少惊喜 假如任贤奇这几年没有参加我们的歌 没有参加时光音乐会 也没有拍电影 然后突然出现 他不翻红才怪呢 第二 王心灵的翻红不是自然翻红 营销炒作肯定少不了 而且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炒作 我只能说王心灵的团队真的是太专业了 完美地利用了天使地利人和 完成了娱乐圈中成功的营销炒作之一 哪些80后跟跳爱你的短视频 应该没少雇人吧 各种热搜满天飞 也没少花钱吧 然而在炒作这件事上 可不仅仅是砸钱那么简单 还要砸得到位砸得彻底才行 苏友鹏女孩上了一个热搜就没下文了 这种营销未免也太尴尬了 为什么不顾一群女孩跟跳苏友鹏的爱呢 第三 人不能一直靠情怀活住 任贤奇 苏友鹏 潘伟波等人想要翻红 无非就是靠情怀 可前面王心灵已经把情怀这张牌打出去了 而且打得很好 成了大赢家 现在任贤奇 苏友鹏 潘伟波等人又想靠情怀翻红 观众们还能欣然接受吗 大家都要生活工作 都要养家糊口 都挺忙的 没有人一直活在情怀中 十几二十岁的观众 人家追的是小鲜肉 对这些叔叔兴趣不会太大 这也是哥哥们不能翻红或难以翻红的原因 所以 王心灵的翻红之路 哥哥们复制不了 很多时候 不是一个明星名气有多大 曾经多么辉煌 他就能轻而易举翻红 就像前面说的 想要翻红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现在与其指望人贤奇 苏友鹏 潘伟波等人翻红 还不如看看 有没有一两个知名度 稍微低一点的哥哥 凭借某方面的优势突然冒出来 有时候 可能某个明星什么都没做 也没想过翻红走红 但他就是红了 比如第一季的张奇 颜值高 突然就火了 你能说什么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